眼球愛地球劇團再次推出 眼球先生夜總會系列作品 復古餐廳秀的劇場風格 有歌有舞加上華麗服裝 還邀請了本土電視劇的演員 獻出舞臺劇的處女秀 在作品中 他們用無厘頭的喜劇方式 融入很多好玩有趣的點子 以另類的拼貼多元表演方式 吸引更多的觀眾走進劇場 眼球先生夜總會新作品 雲淡風心之人皮燈籠 保持了一貫的台味復古餐廳秀 混搭夕陽劇場的形式 搭配經典的國台與老歌 以及華麗的服裝 用多元的表演形式 帶領觀眾用歡笑紓壓 忘記人生中的荒謬 荒謬發生的時候 它就是真實存在 那麼當你還來不及反應的時候 它就發生了 那麼你在發生的時候 你必須要怎麼面對 就是紓壓我們要正向 你的動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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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喜歡凡爾家族的二公子 因為我的父母在生活的時候 就愛用玫瑰金油 所以這跟我的凡爾再玫瑰 拼接各種不同的表演形式 在劇中用反串的方式 向即將來台演出的 寶種歌劇團致敬 也加入許多時事跟流行語 讓大家會心裡笑 通俗的我們很常看到的 所謂鄉土劇的成分 然後但是又結合一些 我們有韓系的舞蹈 然後就讓它整個是一個 有趣的故事 導演楊琦找來演員張本渝 在舞台上唱老歌組曲 同時讓從來沒演過舞台劇的 本土劇演員陳佩琦 甩開形象演台妹 送你自由兩星 有歌有舞的 演球先生夜總會 讓觀眾在笑鬧間 觸發所有壓力